中文,我們當然是讀了中文,也讀了武家的思想 所以您剛剛講的說,這個時候道德不能用,威武不能去之類的關係 這是我們的道德標準 但是到了西方社會,它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 那我們又堅守本心 那如果說在有矛盾的地方,有衝突的地方 比如說遊戲碰了回教族之類的 那你如何來對應呢? 還有這個道德標準,從幾千年,比如說孔夫子已經兩千年了 拿到現在來,是不是實用 比如說你父母,如果過去你要守孝五年 現在有沒有那個可能?比如說來講,這是比較明顯的 有很多例子,就是可以提出來 您說的問題很好 我覺得孔夫子他們兩千多年了,老子他們也是 但是我們在學習古聖先賢的這種經典 是我們要用現代人的這種思想去挖掘他們現代的這種價值 而不是說生翻硬套 比如說孔子的那種君子,小人 他也有為統治者服務 他們的君子可能就是,哦,什麼之類的 但是他們有社會地位的不同 當作批評了這個原因 他們就是說孔子的君子有社會地位的不同 但是他也有另一方面,他是在講道德修養的不同 而我們是在道德修養的方面去遵循這個孔夫子他們的教導 而不是,就是說我們應該取其精華,取其糟過 有些東西不好我們,或者說不適應我們現代 我們就不應該洗去 我自己出來一個標準的問題 那什麼是標準呢? 那每個人標準的看法都不一樣 他這個篩選的東西不一樣怎麼辦呢? 我覺得沒有標準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閱歷都不一樣 我們碰到的事情都不一樣 我們站的角度不一樣 比如說,比如說我來說君子坦蕩蕩 我們年輕的時候也可以說我們坦蕩蕩 但是實際上真正的坦蕩蕩 是等到你有一定的生活閱歷的時候 我可能,或者我歲數更大一些 這種坦蕩蕩就是說,萬事入心 你皆能化解,你才叫坦蕩蕩 而不是說我傻了吧 我心裡什麼都不想 我就叫坦蕩蕩 那是另外的一種理 當然各種理解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沒有標準 都是在你自己的理念 就像我們學習白羊大道 我們初學的人和可能學了時間長的一些的人 他感悟的,他不會是一樣的 但是慢慢慢慢加深的 還有一個,我覺得他本身 就是無論哪個朝代和哪個宗教的宗派 他實際上他都是,如果 就像李金鴻講的,順自然就是倉 就是你只要,他可能那個說法和 當時的那個立場有不同 但他終究他都是在講一個順從自然 所謂道法自然嘛 無論是,比如說這句話說是道家這樣 可是你要應用到現在 當然他有一些說法可能 這有一個風險 這有一個風險 就是說你可能被某些人怕利用 他說你在這個時代你要這樣的解釋 這樣的看法,這樣的做 好,你不知道這樣做你的道德 其實沒有道德 所以可以處分你 這個已經被很多暴君這樣利用了 可能我覺得其他的精神比較大 其道德還有差距 比如說,進階排,進階堂堂 那個時代的女人就是要有進階堂堂 這就是內生的道,女人之道,三存四度 但是它是違反自然的 因為男人跟女人實際上都是 我們還是用老句話 都是同一化所生 應該是沒有分別對待的 可是它就把男人抬得很高 女人抬得很低 那麼它自然 它就隨著時代的發展 它就被淘汰了 只要是它不是順自然的 它一定會隨著歷史而被淘汰 我覺得 那你認為這個現在 我們現在的西方社會的調查 比如說講女權的問題 這個所謂性開放的問題 那是順其自然是對的還是錯的 我覺得它一定 是必然的現象嗎 還是 這個就像是一個彈簧 因為鴨十元久了 突然有人反跳 也是不自然的 我覺得是不正常的 因為這個性它一定是兩情相略 它是有一個節制的 比如從你生命健康角度來講 你這個性如果超出了生命健康 那很多現在西方人 他性是從什麼地方來 通過看黃色錄像 激發你那個性的慾望 它不是本然產生的兩情相悅 我們想做愛 這是一個自然現象 可是現在的性呢 大量的黃色片子 你這個正常的 不計在那裡看一個黃色片子 也有慾望了 所以它就造成一種性氾濫 這種性氾濫 我覺得它一定就是不正常 那麼 這就是一種 還沒 大家吵得好玩 我覺得這個真的 其實我從來沒想到 一大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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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 這個性氾濫 這個應該從中醫角度來講 沒有性好不好呢 也不好 你女性男性都需要性的那個技術去儒養 可是你過了呢 一定有問題嘛 就是它就是自然之道 無論是人還是自然界 它都有一個道在裡面 就是一種自然性 你那個本性就在那兒 可是我們很多時候 是違反自己的本性 是從你那個心想出來的 我看這個女人很漂亮 我想跟她這個 怎麼怎麼有那種 她通過一種不斷的刺激啊 就好多陽康的人 她沒有節制的去 就是因為這種看片太多了 刺激她 她也說我就是隨心所欲啊 這個時候我就想做了 可是她那個隨心 那個心是被黃色錄像刺激出來了 那她就不是本性了 不是自然之心 哎 是嗎 我說你們對於什麼